各位朋友 樂報我們廣場又和大家見面 我是余榮樣 請到鄭重輝 你好 大家好 輝哥和我們以前講過幾集 關於智慧成事的 其實還可以發揮 我今天想講講 其實智慧成事 大家聽起來非常嚴往 現在又說醫療卡 醫療病歷 有了智慧成事便完成了 方便化 我覺得這是非常理想的結果 但未有結果 我們準備的工作 其實真真正正埋到身的時候 你才發現很多問題 我參加了一個會議 有關於智慧營水標 舉一反三就看到一個問題 智慧營水標在歐洲方面 尤其是發覺是用了十幾年了 其實就暢通無阻 非常方便 你全部電子化不用找人去做多些 是啊 不用找人很準確 還有功能是多很多的 即是立即你現場反映到你 你為什麼用水那小時 明明平時不用水 這個用水特別多 即是漏水 諸如此類很多問題 但現在講到一個什麼問題 就是技術問題 原來它這套這樣的設備 需要一個波段 一個頻率 專用的 不能隨便被人干擾 它是專用的 它有幾多號 原來澳門現行的法例 所以你就要每一個水標 你要納五百元給電波的稅收 但有些人很聰明 你都聽到新聞 搞一些危機站 又或者黑客 如果你的頻率搞得不好 有些人干擾你就亂了 我們現在站表 就不講這些橫生知識的 我講完全是沒有問題的 只要按照這個規矩去做 那最好 澳門有二十幾萬個水標 如果每個是一年 不是一次性 一年五百多元 原來只是納稅給政府過億 所以這個自來水公司馬上 嘩 拋頭 如果這樣的話 超越它的利潤 它說它的利潤都是幾千萬一年 一年 它整個自來水公司賺的錢 是不夠它給費用 就是不合理 還有一個 原來政府說 我有這條例 當然這個水和油電範疇 又是公務運輸範疇 當然自己裏面可以調節的 但是呢 調節極 都是要改這條法律 那條法律 你不改這條法律 你沒有理由 施商就行了 你不用給 這個沒有可能的事 所以智偉營的城市 做在技術上不是很難 因為別處可以的 搬它過來就行 但法律 不是即搬就可以實行 還有一個問題呢 國內的法律的行政方面 那個靈活性 我夠膽講 國內是靈活過這裏的 因為為什麼 國內靈活過這裏呢 很多東西呢 它有很多 側門可以開了 令到那些東西 是暢通無狀 我們澳門呢 只有一條路 一道門而已 不斷直不得去的 你記不記得 土地法 舊法 都有一個活門 換個數字 大陸的法例就是 如果現行法例 有不足之處 是 就可以哪個部門的頭 可以執行 有著情 或者豁免 是吧 或者著情行駛 所以現在呢 就變成了 整個智偉營城市 我講的 只是水一樣 還有很多其他東西 可能都牽涉到 這種法律的阻滯 所以我們講 智偉營城市 好像很輕鬆 好像我們撿到保 可以解決澳門 很多問題 但是大家真的不要迷述 智偉營城市呢 是輔助我們現在所有的行政 或者一些傳播 儲存 它還存在一些障礙 包括法律的問題 又或者 在它進行的技術的時候 是容易被人干預了 這個也是一個漏洞 剛剛余Sir你講的 會不會有些黑客 整骨你啊 所以這個在智偉營城市 絕對會的 你都要預計 萬一遇到有黑客 的時候 你又怎樣做呢 怎樣去反過來 保護客 還有一樣呢 我最近有個朋友 他就把那個 身份證不見了 回鄉證不見了 最慘的是 連銀行卡都不見了 好了 我覺得 沒有問題啊 我說 銀行卡不見了 你失問證明 你有密碼的嘛 有密碼 那些人拿不到你的錢 原來不是的 原來呢 這些不是百分百 這些我聽見他們說而已 原來在網上呢 經過一些什麼證實 或者你是證實 你有這張證件 證件 那證件是你沒有指無對的 因為是電話裏面 原來就可以說 可以改密碼 是的 我現在忘記了密碼 因為我是這個本人 所以呢 所有的東西呢 我都可以改了 那就糟了 那你就糟了 你幫你一個密碼 那他做些問題 問一下 你爸爸是 什麼什麼 那你撞吧 所以呢 這件事呢 就是一個問題 所以呢 我們現在看一個智慧形成史 似乎 我們看得很簡單 很方便 但是這個方便的同時呢 很多製造 會不會有很多 就是一些的 你預計不到的事情會發生 而且對你有所損失的 剛才你說的那個呢 損失都不會大的 就是水標 但是呢 我們參與的一些研討會 是跟金融有關的 因為自外形成史的運行呢 其中有一些就是金融的方便 方便的同時呢 又會帶來很多的隱患 你方便嘛 就有機會被人騙 所以 是金融界做了一些事的 金管局也都做了一些工作的 那有一件事呢 我覺得呢 就是國內的私隱程度的戒心 到歐門是不同的 和香港更加不同 其實三地呢 是有幾大的差異的 你在國內裡 喂 你給了身份證 你給了一些電話號碼 地址 你給了我 因為你要建份工 如果不是呢 你又不見了 好了 原來呢 這件事呢 他拿了你這堆資料 但是國內的人呢 你所當然我給你 就給你 我不給我 申請一張卡 最佩有些呢 還放在群組那裡 給一些 你未必認識的 因為群組那些人你不認識的 你串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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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串了一萬人 你不知哪位打哪位 所以呢 這些呢 這個意識那方面呢 就不同了 在這裡我再說一樣 其實現在澳門呢 正在推行著這個 電子的貨幣 網上啊 或者用電話支付 已經推得很快 你不用說內地 香港最近某一間 我不說它的名字 某一間寬頻 就走漏了一些人的資料 是不是 這個走漏了的時候 可能令其中一些人 不是損失也有麻煩 是不是 你如果連這個基本 香港地 都是先進的 都搞不定 澳門 有些我想 比較能搞 所以在國內裡 你覺得是沒有問題 為什麼沒有問題呢 是有問題發生了 但是 大家當這個問題 不是問題 只不過 或者這些問題 是沒有通過傳媒的大事 去公開的 所以這個智慧營城市 對於我們來說 是不是真是一個很安全的 智慧營城市的鋪排呢 所以我們現在建立 這個智慧營城市的同事 我在這裡提一提 不論政府 或者是搞這個智慧營城市的公司 最重要的就是我們使用這個 智慧營城市的澳門人 真的要把自己的安全 網絡上的安全 是重要的 在這方面 就參加金融 金融的運作 就是要事先 注重到安全性 正在做的時候 是保障到它的安全 做了之後 萬一有事 就要尋求它是查得到出來 這個很重要 還有要很重要的一個及時 因為現在 老實說 已經是沒有地區的界限 有時候你真的 那些資料被人拿了 可能在長春都跟你搞定了 你現在澳門所有的資料 動用了那些資料 你沒有損失的 這樣就慘了 就是 睡醒的時候 在長春那裡就不見了筆展 所以在這方面 所以在這裏 特地特地 我們提一提大家 留意智慧城市的安全性 一個就是事前 一個就是進行的時候監管 一個就是事後 萬一有事怎麼去追 我們在智慧城市 肯定會得到很多好處 得到這個好處的同時 我們更加要小心 因為得到這個好處 而付出一些東西 我們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損失了 我這個是認真要留心 好 多謝輝哥